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懂的逗逼理发师开启了飞机 半路飞机没有坠毁 俩人命也是够大的 军官没事 理发师摔坏了脑袋 失忆了 别的都不记得 只记得自己的理发店 真是理发界的楷模啊 快哥也一样 用生命热爱着电影 战争结束 大独裁者希特勒掌权 骂事他一人说了算 大搞阴谋政治 发表演说对人们进行洗脑 将矛头指向犹太人 人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纳粹大群走狗们 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说强就强 说杂就杂 而在医院里失忆 只记得自己理发店的理发师 貌似过得挺美 因为他时刻惦记着自己的理发店 就从医院里偷偷跑了出来 刚从世外桃源回来的他 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 看到纳粹走狗用油漆 在自己理发店玻璃上写字 他还胆敢说要报警 见讲理不成 就只好硬干了 用油漆颇人一脸 还好楼上有人帮忙 用平底锅 一下一个将走狗们给盖晕了 楼上的姐们真牛逼 快歌笑的都不行了 经过这一通折腾 理发师也明白了 原来世界这么乱 早知道就不回来看了 当走狗们再来找理发师的茶时 正好理发师之前救过的军官路过 将他救了不说 还唤醒了他的记忆 还下令谁都不许欺负理发师和理发师的朋友 脱军官的福 理发师和他的朋友们又可以过安生日子了 没过多久 军官因为和大独裁者产生冲突 而被视为卖国贼 还被抓了起来 理发师可惨了 也在被通缉 躲还躲不起呢 军官还逃得出来 找到了理发师 要理发师帮他 这下不要紧 俩人都被抓起来了 而这时 希特勒再次发动侵略战争 当他和另一个独裁者谈判 该由谁侵略这个国家时 理发师和军官逃到了边境 由于理发师和希特勒的相貌极其相似 被边境的士兵当成了希特勒 给予热烈的欢迎 还要让他致辞 理发师被迫上台 却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 维护民族主义的演说 说出了他的 也是人民的牺牲 独裁者会死去 他们从人民手里夺取的权力 即将归还人民 大独裁者由查理卓别林自导自演 于1940年10月27日首映 本篇特别之处在于其上映时代 那是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美国仍和纳粹德国保持良好关系 在对纳粹主义的恐慌还未完全爆发时 卓别林此作就已经震撼人心了 并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予以谴责 这部戏是卓别林首部有声电影 也是他票房最好的戏之一